娛樂之王,我試過144磅,154磅近人跑 那時候很誇張 那時候馬的腐磅,行山圈的時候,是不是很重的? 鞋子也大一點 現在830磅也很重 以前的年代,嚇死你 去到第四場,又是跑千二,三級賽 三級賽,只有九隻馬報名 只有九隻馬有資格跑嗎? 雲雲這麼多短途馬之中,有九隻馬有資格報名 不知道是不是呢?我就不知道了 最高分114分,標之智能 最低分是速遞騎兵100分 這是洋賽,高分是重磅 低分是輕磅 希望拉回均勻 在這樣的配榜之下 如果平榜的理論是準確的 應該現在每個分數都扯平的了 高分的比重一點,讓它難跑一點 低分的比輕一點 讓它容易跑一點 等回均勻 如果有理論是合理的 每個馬跑回來是平頭的 當然不是那麼理想 這隻馬跑得三級賽 短途馬每隻都贏過 除了一隻當家猴王 但都入過K 戰績最好 馬就不知道多少分 哪知道我是100分 他標之智能114分 我就低分一點 他高分一點 馬是不知道的 馬是一路跑開的 慣性就是跑的 這隻馬是四戰四勝的 同一個路程 很少有馬 數得出這麼多 手指數不出 數得出很少 那麼多馬可以有同一個路程 跑四次贏 四次都是熱滿的 一倍 1.2 論賽職來講 9號是最好的 騎士也好 當位6 就無所謂 那麼少馬跑 數下去 看看 3號 雲魚仔 達深星 很深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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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66%上名 有33% 取勝率 也不錯 一隻馬能角 在一個路程中 有3成的取勝率 也非常好 然後數下去 就是1號仔 1號仔 叫做 標之智能 蔡明嘯 它50 fully 他64%上名 100% 12% 再數下去第四個才去到韋小寶 韋小寶這麼貴和近期的表現都好 贏了 贏了又是第2 有時候都入圍字的 有圍字派彩 他有58% 上名率有25%RIN 他都蠻好的 但是數下去就是到2號、6號、8號 甚至乎連隻冷門馬5號仔 5號仔的豪遊之星都不是最冷 他也有8%上名率和8%WIN 他跑過7次 有一次第1、4次第4 一是1、一是4 他其實也不錯 選一隻 我中了兩次了 2、3次我都選了一隻頭馬 那我就應該如果是跟賽職 就不要管他冷熱的 我還是要選一隻9號 如果要拖我拖3號 9號拖3號 看一下 看一下什麼結果 顯心星 我選擇顯心星 因為他除了1號100%WIN 第二個勝出最高就是顯心星 33% 第三個就去到7號 去到外小寶 現在7號仔都14倍 我看一下9號、3號怎麼跑 有 他也曾經跟這隻顯心星有過合作 嗯 復出今天 看一下 都有些實力馬 雖然出馬都是不多 但是幾隻都有飛馬 嗯 都好了很多 就是比起上季的成績 前排有一排 不停贏馬 嗯 很多都有賠率 成彩今季代表作 好 好了 紅燈也都已經兩起了 今天的第四場賽事 其中一項的焦點賽事 嗯 主持選擇1379 即是有3號 有9號 有1號 都都 1379 就是 上網 不是 上榜 上位置 最高的4匹來的 就是 9號就100% 3號就66% 1號就64% 7號就58% 都是超過一半機會 是有過往戰績 超過一半機會 有位置排載 所以如果中了出來 就會很熱門 這個 1379 是很熱門的 這場 也都準備入閘 好了 這場沙田銀瓶都差不多了 交給閘前 等位小寶 全部馬不準備 妥當來到第四場賽事 國際三級賽1200米 沙田銀瓶 頂頭大熱 9 忘記他 好 你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標之智能快 埋變澳遊戰士快 第三位速遞騎兵 第四位 南三位小寶 內蘭中的大騰王 縮在後面 尾四 有這隻當家猴王 尾三 黃衫 黃衫 顯心聲 暫時電了一對 載著歸來 還有一隻有理共賞 轉這個香港太陽圓灣 前面帶頭是標之智能 第二位 澳遊戰士 第三位外面 速遞騎兵內蘭 第四大騰王 第五位 南三位小寶 後面四隻 顯心聲 內蘭尾四 大白備良 尾三 黃黑格仔三 當家猴王 後面兩隻 走外面 再與歸來 內蘭包尾暫時是那隻有理共賞 轉回直路 標之智能 走中間 入面澳遊戰士 速遞騎兵 已經第三位 埋變了大騰王 馬嵐中間 顯心聲 追D 在外面位置 分別有韋小寶 和當家猴王 也展開衝刺 最後二百多米 看到埋變 鬥一隊 有這隻標之智能 有這隻標之智能 看到中間位置 速遞騎兵 上來 速遞騎兵 後面還有顯心聲 外面位置還有當家猴王 接近終點 速遞騎兵 跳上來國際三級賽 一樣輕鬆贏 就贏到第五輪 速遞騎兵 第三日 九號仔 贏了 不知道是第三日還是七日 跑第三 好像贏了韋小寶 一點 我也很失望 如果三號仔 跑前半個新位 我就收多一點錢 不过没所谓,在这种大赛选择有Vin 都是要选择一些赛职好的 因为已经有个洋赛在这里 邓帆文的分数 1号是最高分压 但是他Handicap了之后,他跑回来都输了给9号 4号都几好,4号仔是0%Vin 是没赢过的 不过他的上位置率是14% 是不够这个3号仔聰明的 内南第四大藤王,第五位南三位小宝 后面的4只,显心星,内南的尾四大白备梁 尾三黄黑格仔三当家猴王 后面两只,走外面再遇归来 内南包尾暂时... 这些马每个都跑过这个路程很熟 包括奥游之星,奥游什么?奥游战士 奥游战士都是大头那一两只马转正直路 不过他最后逗起来是输了给一些比较好的马 现在莫雷拉都还没出头的 去到200米 他就真的有后劲的短途马 和韦小宝都是这样的性质 他跑人就是韦小宝 943 943